大家好 我是寶神出版社北京戰略顧問我姓黃 大家可以叫我黃老師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陸現在目前最熱門的高興職業 職業律師 在開始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執政上崗 根據大陸人設部的規定 凡是你這個職業 有涉及到一些國家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職業 它都必須嚴格的通過國家的統一考試 取得合格證書之後 你才能夠從事該職業 這個就是執政上崗的一個制度 要判斷這個職業是不是有前景 我們可以從幾個指標來看 第一個就是它的薪資水平 第二個就是它的就業市場的需求 第三個就是它的通關率 再來就是它的報考人數 根據這幾個指標 我可以很負責任講 職業律師絕對是現在目前大陸最熱門的職業之一 它的市場有多大 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中國律師協會的統計 大陸現在目前有25000家的律所 市場規模大概在每年是600億人民幣 相當於差不多2500億的台幣 這市場是非常的大 這個人數雖然多 但是我們來比較一下 在美國紐約 它是平均每一個人 每一個律師它是可以服務到200個人 那這個數字來相對比較一下 北京跟上海情況是怎麼樣 北京的話是每1300個人 才能夠擁有一名律師 上海的話是1800人才擁有一名律師 所以這個差距來講 以一線程式來做比較 大概還有6.5倍到9倍的這個差距 所以顯見呢 雖然大陸現在目前職業律師的人數 也有30萬 可是這個成長的比例 還是相當大的 那除了它的這個市場需求之外 那做一個職業律師 它有什麼樣的特權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它就是能夠擔任到 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這是一個必要條件 你必須要取得職業律師的資格之後 你才有機會成為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第二個它是對於 它有在機壓的期間的犯人的探望權 這也是職業律師的一個權利 第三個就是積分落戶的加分項目 那這邊我要提一下 什麼叫做積分落戶這個事 這個事情是這樣 在大陸北上廣這些一級城市 如果你不是本地人 你要落戶是很難的 那大家很多人想要擠進去 但是問題是它有很嚴格的規定 那你如果說你取得了 律師的這個資格證之後呢 你當然你落戶就相當的容易 它也可以加分的 再來就是它是設立 律師事務所的必要條件 現在台灣有很多人 在那邊開律所 你開律所的話 你也必須要有這個證 你才能夠開律所的 再來就是它打訴訟官司的重要角色 現在目前不管是在本地也好 兩岸也好 有很多的一些訴訟官司 不管是經貿的 或者是婚姻的 各方面的訴訟非常多 那你要是擁有這個證的話 你就可以代表委託人 在當地來打官司 所以這個就是做一個 職業律師的一個職業特權 那它的就業方向怎麼樣 我們來看 你拿到這個職業律師證之後 你可以擔任企業的法律顧問 這毫無疑問的 第二個就是 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你作為一個合夥人 當然你的薪資就會很高 現在大陸 這個有 我剛剛提到 有兩萬五千家的律所 那你就有機會 在那邊擔任合夥人 那再來就是政府的公務員 當然台灣現在目前 要在大陸那邊擔任公務員 要進入到這個政府單位工作 還是有點難度的 第四個就是 法考的培訓機構講師 就像 你要是能夠 有這樣的一個資格的話 你考過這個證 你也可以受聘到這個 培訓機構裡面 擔任專業講師 那當然它的收入 也會相對的變高 那我這邊要提一下 就是說它現在目前 這個有兩年的通關這個紅利 什麼叫通關紅利呢 就是根據那個司法部 大陸司法部的這個 它的一個規定 就是說希望在2020年之前 整個中國的職業人數 從現在目前的30萬 能夠提升到62萬 那換句話說 2020 2022年離現在 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那這兩年呢 它的通關率就會放寬 它為了達到這個指標 它會放寬 所以說假設你們 要報考職業律師的話 這兩年是一個黃金期 可以接著機會呢 剛好有這個政令 然後能夠得到 比較好的這個通關的機會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數字 我大概統計一下 從2015年到2019年 整個報考人數 2015年是48萬 2016年變到58.8萬 2017年是64.9萬 2018年60.4萬 2019是60.6萬 所以說這個每一年呢 平均大概五年下來 一年大概成長了2.4萬人 那它的通關率是怎麼樣呢 2015年16年的話 是10% 相當的低 那2017年呢 是因為是法考的這個 最後一年 不是思考的 原來舊的思考的 最後一年 它的那個通關率是13% 2018年是18.2% 2019年是18% 所以你看它這個法考 那麼多人在考 通關率這麼低 所以說要擠進這個 要拿到這個證 沒有那麼容易 那我們來看看 它的整個考慶的狀況 它的考試難度 就像剛剛講 通關率有百分之十幾 所以說它其實的考試難度 還是相當高的 那職業類別呢 是屬於準入類 這我剛剛講了 因為像律師這種職業呢 它牽扯的面很廣 而且所以說它的屬於 國家的要求的準入類 沒有證 是沒有辦法擔任這個職務的 那它的含金量也很高 那目前實施單位就是司法部 由司法部來統合 那你考了證書之後呢 你要到各地的司法局裡面去報備 才能夠職業 那考試日期是8月 8月31號到9月1號 這是客觀題的部分 那主觀題的話是10月13號考試 那報考人數是60.4萬 這是去年2019年的那個數字 那成績的保留 客觀題是兩年有效 這個部分呢 下面我們講一下 這個法考的考試科目 法考的考試科目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客觀題 第二個階段就是主觀題 客觀題呢總分是300分 那主觀題的話是180分 這邊我要特別講一下 這個客觀題這個部分呢 分成捲1跟捲2 那它的考試是屬於勾選題 客觀題就是勾選題 那勾選題裡面呢 它有一個比較難的地方是說 它有分成單選跟複選 另外還有一個是 不定向的這種選擇 就是說它沒有告訴你是 單選或複選題 那這個跟台灣的這個律師考試 有點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去判斷說 這個題目到底是單選還是複選 它沒有告訴你 所以說相對來講 它的難度就會比較高 那這個部分是要特別注意的 在考試科目 客觀題看似簡單 其實它的難度很高 再來它的報考條件是怎麼樣呢 這個部分針對港澳台地區的 這個考生的條件 它是這樣的 全日制的普通高等學校 就是大學畢業 本科就是法律系畢業的人 可以直接來報考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不是法律系畢業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工作3年的經驗 才有辦法來報考 那考試的成績的客觀題是保留1年 然後如果說是科觀題合格以後呢 你才能夠參加這個主觀題的考試 那在整個報考部分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 它現在目前的整個官網就是在 中國法網裡面 它有一個考試簡章你可以去查看 那學歷認證的部分的話 就是由大陸的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 你可以上傳你的這個學歷證明 那如果你覺得太麻煩的話 現在台灣有一個海峽兩岸法學交流協會 它可以幫你代辦所有的手續 包含學歷認證也好 報名它可以幫你辦 這個手續費用也不高 報名日期就是6月5號到20號 那考試的地點呢 台灣的考生可以選擇 在廈門跟深圳兩個地方來考試 這個就是目前的整個考試的狀況 那這邊要特別強要一下 這個機考的部分 大陸現在目前所有的考試 慢慢都趨向機考 就全面的用電腦來考試 不管你是選擇題也好 或者深論題 那這個部分就對於有一些台灣人來講 就說因為我不是學拼音的 我是用助音的 所以說我會建議大家 盡可能去學拼音 因為拼音並不難學 你英文程度如果還不錯的話 其實學拼音還挺快的 那當然我也聽說 就說大陸現在目前廈門 很深圳的考區 在明年可能會安裝助音的輸入法 那這部分還沒有通知 但是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要這樣做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建議大家去 去學拼音 那再來呢 如果你已經決定要考試 考這個職業律師 我會建議你可以再多報名這個 註冊會計師 因為這兩個工作 其實在很多的一些工作上面 它是有overlap 就是說不管是在這個 學系上面 學科上面 它有overlap 在工作內容上面 它有overlap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可以同時報考 那這個對你們來講 拿到這個雙正 說真的在大陸來講 你幾乎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 而且薪水 我一個朋友他拿到雙正 一個月四到五萬塊錢的 人民幣的月薪 年收入破百萬也是很多的 因為這種人通常是這樣 他是又懂法律 又懂審計 也是投資銀行最喜歡的這種人才 所以說你要是取得雙正的話 我會跟你講就是天下無敵 可以講這個證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你們已經決定要考慮師 不妨再報註冊會計師 那我們現在保證出版社 已經跟大陸的兩家 一個法考的 一個針對駐快的 兩家的培訓機構 已經有合作了 都是頂尖的 包含綜合 方圓綜合 它現在目前是大陸法考權威 在大陸非常有知名度 另外一個就是 中華會計網校 中華會計網校現在是 財快類的No.1 所以我兩輩的這個學校 我覺得課程都是非常好的 至於所謂的細節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 看一下我們的官網 我們官網上面有更多的 一些課程上面的說明 希望大家能夠踴躍的來報名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再會